音樂 音樂 動用心搖晃 風洋鏡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冠儀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試駕 全新改款的E-Closs 而且在台灣其實很多的 豪華中大型房車的消費者 他在意的是什麼 他想要的到底是什麼呢 智希 我認為無非是豪華舒適大氣 最好還能來點運動 來點運動跟帥氣的外型是嗎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為大家準備了兩款車 首先第一款就是 賓士的E-Sedan的200 愛戴會帶我們來試駕 另外一款車就有帥氣的智希 帶著我們來試E-Coupé 而且是E-300對不對 好 馬上上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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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今天開的是小改款的 E-200 Lashley 沒錯 而且其實這一次小改款之後 全車系的E 都有加上了48V的AE-Coupé 沒錯 沒錯 因為我們知道E-200 其實搭載的是 於2.0升的鋼內 一分四鋼渦輪增壓引擎 那在這次小改款之後 E-200車型上面 它就把這個動力來源的引擎 也換上了新的系統 也就是加上了這個 現在時下最新的一個 48V的軌油電的一個系統 那其實主要我們來看到 這具引擎 我剛剛講它是2.0升的 四鋼渦輪增壓引擎 其實引擎本身有197匹的 最大馬力輸出 但是在E-Coupé的幫助之下 可以再額外提供 14匹的一個最大的馬力 也就是說 所以它的這個動力輸出 會來的表現來的更好 那當然扭力的部分 則是來到了32.7公斤米的 其實我覺得開賓士車 就是要好好的享受一下 它的舒適性 對 它的一個舒適性 跟行路的質感 因為其實新世代的一個賓士車 已經換上的是這個 9G Tronic的一個9速手自排的變速箱 所以我們在整個行路的過程 艾達你開之前跟現在 你的最大的感覺比較不一樣的是 其實我覺得 當以前的7G也很棒 因為它換檔已經是非常非常的舒適 而且最主要9G其實它多了2速 多了2速之後 它其實換檔的這個綿密性 綿密性跟銜接度來的更好 當然最重要一點 它還可以更省油 所以其實現在的這個賓士的車子 其實科技層面其實相當的高 因為其實車上也有搭載MBUX 所以也可以跟它 比如說透過MBUX系統 它可以強化一些 比如你想要冷氣調冷一點 或者是什麼燈光之類 它都可以幫你 甚至幫你找到回家的路 因為其實我自己有一部W20我的車子 那我公司還有一部W213的車型 所以對於這個介面其實是蠻熟悉的 不過在小開款的車型上面 還是讓我非常的驚豔 首先這個方向盤 其實換上的是一個NAPA的真皮的方向盤 而且是全新的一個方向盤 這上面的按鍵都採用了這個 電容式的一個控制 例如說我們要在大小聲的選擇 其實都是用滑的就可以控制的 輕輕的滑過去就可以了 對這一點我就覺得非常的厲害 那還有一點就是在這個 定速的這個控制選項 也在方向盤的這個左側的部分 來可以選擇定速的一個這個控制 也就是這個23P啦 Intelligent Driver主動的這個 車序定速減航系統 都可以從這個地方來控制 那當然這次小改款的 這個賓士的E-Class 其實全車系都標配了 Intelligent Driver的這個 智慧駕駕駛輔助攤員 就是俗稱的23P 不單單只有這個跟車或是車道維持 就是不是只有Level 2的 那個半自動輔助駕駛而已 對這個已經我覺得 只是最基本的一個項目了 沒錯 Marser Express它的這個 Intelligent Driver裡面 包含了非常多的選項 例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車速的這個控制啦 跟這個跟車啦 跟這個車道維持的 這個轉向輔助之外啦 其實在安全性才是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首先像我們現在停在這個 紅綠燈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 OK 假如我們要行進路口的時候 發現這個路口有車輛衝出來的時候 它這個裡面就會有一個叫做 主動防撞輔助的一個這個系統會啟動 包含路口的車流辨識喔 也就是說其他車子跑進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辨識的到 那這個時候這個系統就會啟動 所謂的安全的防護的裝置 例如說煞車啦 例如說提供警示音啦 例如說在 譬如說你遇到這個車子 偵測到你沒有做煞車動作 它會預先的做這個煞車 加壓的一個這個輔助 那甚至給你最大的一個 這個煞車力道 還有啊如果它偵測到 必須要閃避行人之類的喔 這個方向盤的這個 轉向的助力輔助 都會一下的 給你很大的一個這個幫助 所以這一部分我覺得 對於駕駛的這個 安全性上考量的這個減低程度 是非常非常的多喔 輔助駕駛人非常的多 而且它這一次的 智能駕駛輔助的系統啊 其實還有很多的進化 像包括這23P裡面 不是有盲點偵測嗎 對有盲點偵測 那它的盲點偵測 還有在進化對不對 盲點偵測的部分呢 除了偵測我們左右 後方的來車之外呢 其實在這個 如果說你沒有注意到 盲點偵測的時候 方向盤會去幫你做一些修正 還有一點叫做 這個離車警示輔助啦 就是以前我們在講那個叫什麼 防三寶 是駕駛的單寶 對這個防點偵測系統 偵測到我們停車了 要開門的時候呢 後面有來車啊 有行人 有這個機車 汽車 腳踏車的話 它會去透過燈號來去做警示 那原本只有早上在前門 現在是前後門都有的一個狀態 所以後乘客如果沒有注意的話 它會透過像車內那個氛圍燈 緊急的這樣一直曬閃 沒錯沒錯 那當然其實我們開車一直都是看向前方 對不對 那其實它現在也有這個 Preset Plus的部分 就是在主動後方安全防護啦 譬如說我們在大賣場停車啦 要倒車 要什麼 這些東西呢都會 讓我們在倒車的時候呢 在視覺的死角以及盲點裡面 都會去做一些警示的功能 其實我覺得 賓士一直致力在於 駕駛以及乘客的安全上面 我覺得這一點是毋庸置疑 非常非常值得稱讚的部分啦 那當然因為像有一些什麼 原本就有的一些什麼 超音波的這個主動安全防護啦 這些都在這個車子上面有 那很多人不曉得 超音波的一個主動防護 它包含哪一些項目啦 還有這個 就是Preset Plus這個部分 那其實包含了超音波 例如說我們假如它車子偵測到 可能發生意外似乎撞擊的時候 因為撞擊通常伴隨而來的是什麼 很大的聲響 是 這個聲響可能會造成 對我們人的耳膜 造成一個受傷 會破壞 有可能會破裂這樣 所以它會透過車上的一些音響系統啊 發出一些我們人耳聽不到的音頻 但是為什麼會刺激我們的耳膜 去保護我們的耳膜 在接受到撞擊而來 產生的巨大聲響 那個同時不會對耳膜造成傷害 我覺得這個是 在超音波防護的部分是很強的地方 另外呢 Preset Plus主動防護也是偵測 將要發生意外事物 會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 椅子它會自動的調整 成為一個下潛的座位 讓我們的人包覆在椅子裡面更安全 然後安全帶會縮緊 兩個安全帶會縮 甚至如果你的窗戶是開著 你的天窗是開著 它會主動的把你的窗戶都關起來 這一點是我覺得很先進的一個 科技配備 還有像開賓室啊 大家都會覺得說 它行路的過程的質感非常好 然後也非常舒適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開了 覺得很好開 就開太長途的時候 它也會在你的很累的時候 它會這樣子 對 幫你提醒一下說 你是不是應該休息了 那麼關於你有覺得 這一段路程呢 我開車非常的穩 很平穩耶 當然受惠於這一台車 本身的操控性啊 跟本身的這個 舒適度的表現 我覺得幫助我在你面前 可以展現出非常優良的駕駛技術 這是應該我目前做過 真的最好 最舒服的車 以賓室來說 它本身對於駕駛 以及乘客乘坐的舒適感受呢 這一點是非常非常的 主在意的一點 嗯 我們剛才呢 在外景實際的感受 這次改款的賓室E-Class呢 加入了48V的EQ-Boots啦 甚至於在安全的配備上面 有所提升 但是這些提升呢 是消費者有感的嗎 Rick其實在這個急劇呢 以豪華的中大型房車來說 到底消費者真正要的是什麼呢 沒有錯 其實在網路上面 有針對一個消費者 一個輪廓的一個調查 你會購買那個豪華中大型的房車 你最主要會考量到 哪幾個因素呢 好 我們現在的畫面上可以看到 38%其實是會注重安全 還有輔助科技的 然後18%會注重的是 操控還有動力的表現 這兩個表現其實都符合 新世代E-Class 它的一個改款的 新世代的一個特點 然後再來呢 17%是注重內裝質感 還有科技配備 那我們都知道 賓室的全車系 不管再好好的內裝質感 科技配備等等 一直都是業界的翹楚 再來是還有9%的人 會吐重外型 舒適性是5% 沒想到維修成本 竟然只佔了5%而已 其他還有一些油耗的表現 還有其他的因素等等 其實縱觀這個圖表 我們可以發現幾個點 例如說 我們開頭已經講了 就是會購買豪華中大型房車的車主們 可能是第一個 你一個經濟有一定的能力 再來可能你可能都已經是老司機了 你可能是拿到教授已經非常久的 所以基本上年齡層 可能會稍微高一點點 它對於安全還有輔助科技 這個會注重的 竟然有高達38%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說 有時候我們人 就是到了一定年紀 你會最在意的是什麼 健康 所以當然你真的想要換到車子上面來的時候 你還是想要說 還是要有一個安全 最主要可以保護 你乘客還有駕駛的安全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來還有內裝的科技質感 還有一些外型的部分 其實油耗這個部分 其實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主題是購買豪華中大型房車 所以維修成本 我們可能以前都一直在講說 買車容易養成 反而維修成本並不是在 這群人最主要的考量 因為他們要的點 就是最主要是前面那幾項 安全輔助科技 操控還有動力表現 以及內裝 還有高科技的配備等等 我相信以新世代的 賓士的E-Class這個車系 他可以 比如說他有Gube的車型 還有State的車型 還有State的這種 旅行車的車型 應該可以滿足各個消費者 他們想要的一個氛圍 甚至車格 既然從這份調查裡面 我們知道消費者心之所向 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來看看改款之後的 賓士E-Class 是不是符合大家的期待 小葉帶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其實雖然賓士的E-Class 是屬於小改款 可是其實讓大家很有感 不論是在動力 在外觀上面 甚至於在內裝 以及安全上面 它都全面性的提升 沒錯 我覺得你剛才講得非常好 而且剛才Rick幫我們分析了 但是我覺得剛才有一個 調查表裡面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那個 那個調查表剛才說的是什麼 手藥考量 就安全跟操控 我告訴你 消費者像我常說的一句話 嘴巴這麼講 身體是很誠實的 他絕對沒有什麼手藥不手藥 整個我整盤都要 我全部都要 一定是都要 不要都不能少 這個級距消費者一定是 我花了這樣子的購車預算 我相信這台車 除了手藥跟刺腳什麼都好 但是我相信它什麼都要有 對 而且要求也會比較多 也會比較 應該說他們比較希望細節完美 而且我覺得E-Class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你知道 E-Class很妙的是 你相對於C-Class來說 它必須要沉穩 不能這麼年輕 對不對 相對S-Class來說 它又不能這麼沉穩 不能太霸氣 不能太老氣 對不對 所以它在中間要取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但是我說 這些消費者是貪心的 我希望 下面的年輕 給我一點點 也有 給我一點點 也要有 所以你覺得這個現在的 我可以說是大幅度的小改款 有沒有滿足我們剛才說的東西 我們從頭到尾來看一次 好 在車頭的部分 我們來看這個車頭造型 你知道我前幾天在試這台車的時候 我遠方我去拿這台車 還沒看到這台車 接近的時候我覺得 這台車遠看 好年輕啊 因為以前我們看到E-Class 會比較沉穩一點 對 我們以人的那個人力來說 它比較像中年 應該說那個時代的E-Class 大概符合那個時代的需求 那現在它的前年就變得比較年輕 就比較年輕 而且它遠看的時候真的年輕 但是我走進它的時候發現 它整個寬闊度 還是有那種霸氣的感覺 對 沉穩中不失大氣 而且你覺得車頭最大的改變會是什麼 我覺得是頭燈喔 就頭燈 而且 以前我認CES都是屬那個頭燈 不是那個幾條 幾條對不對 但是呢 你現在只要發現這個頭燈 往內有一個比較銳利的角度的時候 就是新時代的E-Class 很好認 喔 對不對 懂了 小朋友看到這個 而且加上這個日行燈的走向 就發現這個是新的E-Class 是 而且你看喔 它如果要為了跟這個頭燈去呼應的話 那水箱護罩是不是也必須要往內的凹一點 喔 水箱護罩的形式有變囉 也會跟之前不一樣 對 所以這樣折起來之後會發現 整台車 第一個新時代的感覺來了 沒錯 跟以前不一樣了 更年輕的更運動 但是那個霸氣的感覺還是在 對 而且我們今天棚內進來的 是E-200的Luxury車型 那目前在整個賓士的編程上 還有E-200有兩個動力 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Avanga 一個是Luxury 好 所以這個車型呢 你可以發現 它的外觀上的造型其實是類似的 但是怎樣發現這兩個版本的不同 來我們到車廁看 車廁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Avanga跟Luxury 最關鍵 我們通常看不同的配備會看什麼地方 哦 輪圈 是的 是的 Avanga是17吋的 商樂5V 那這個如果是Luxury就會到18吋 這個是最大的關鍵 好 那整個車廁的部分 它這個像上市在小改款之前 小改款之前 它整個流線的線條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都保存下來了 你覺得還是非常的流暢 是 那車頭 車廁的流暢以外 還有一個關鍵是什麼 車尾 車尾的地方 也是看得出來 是不是改款前跟改款後 我覺得如果消費者有時候 有些人眼睛可能沒有這麼利的話 我覺得看車尾會最快 對 你記不記得以前的車尾 我們幫觀眾朋友提點一下 之前的車尾大概是長怎樣 你還記不記得 說真的我忘了 你忘了齁 沒關係 我們沒看那麼說 忘了這個盒裡 你記不記得以前的車尾 尾都好像坐在尾箱外面 比較小的面積 比較小的面積 有點像直立的感覺對不對 現在它把它細長化了 到尾箱上也有了 所以它整個變得更寬闊的感覺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角度的造型 你會覺得運動的還是在 運動的還是在 而且它好多層次 你知道它那個尾燈 你看看起來 很像那種水鑽石的感覺 亮起來還有最下面 對 而且這樣子它的燈亮的面積更大了 辨識度更高了 夜晚行駛的安全性提高了 更好了 對 那我們這樣大概講完了 外觀的一些跟小嘎拳的 該款拳的差異之後 內裝是不是很好奇 更重要一點就是在內裝的鋪陳 怎麼樣滿足這些消費者 好 我們進車內看 來我進駕駛 你進副駕駛 好 來 關於我們來車內看一下 欸小燕你看 那個地上有一個很大的 賓士的LOGO迎接我欸 進來就有很賓至乳龜的感覺 對 迎賓燈 好 那我們坐進來之後呢 我們看這個車內的鋪陳 雙螢幕我相信對於賓士的車迷來說 不是問題 沒錯 但是我盯著是前面這個方向盤 它的方向盤是新年式的 新的設計我們先不要管它的功能 你不覺得光是這個造型 立體的感覺 帥 還有豪華度 它有很多鋼琴的介面 鋼琴介面 然後它無垠這個飾板 然後關鍵來的 我要講的就是這個電容的設計 這次改電容的設計 來 我用摸了給大家看看 有沒有發現儀錶板不懂 呃有 有沒有 你現在往左滑對不對 我現在最左邊的 我現在上下 嗯 因為我現在可以這樣控制 最左邊這一環 它往波過來中間 欸 有沒有 跑到右邊去了 中間現在中間 哦中間 然後再往右邊撥一下 有沒有 它很順手 欸它會不會滑過頭啊 欸這個問題 對因為有時候電容是 一滑就突然跑到另外一邊去 我覺得關鍵就是你很怕 有些人駕駛會怕在開車的時候 不小心撥到 就把你要的資訊跑掉了 嗯 不用這麼擔心它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螢幕 是我們沒有碰到對不對 對 現在碰到了 它會告訴你現在在哪裡 第一下只是先顯示 第二下才會讓你切換 才正式的你可以做操作 你可以說它是房呆也算是 算是一種房呆 對我這種人來說 也算是房呆 對不對 好 好那我們講完這個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前面這兩個螢幕 特別的漂亮 就是12.3吋 12吋 因為我們剛才是不是講說 200它有一個是Avanga 一個是Luxury的車型 沒錯 這台的是Luxury 所以它前面的是12.3吋 那如果你今天買的是Avanga車型 那這邊就會是10.25吋 10.25吋 也夠用了 不過說對我來說 我覺得兩個車價差不到20萬 你就直上Luxury 當然啊 你知道嗎 當你用Google Map 投射在上面的時候 你知道10.25吋跟12.3吋是有差的 還是有差 而且我覺得這麼滿版的螢幕 就是要配這樣12.5 12.5三吋的 豪華才Luxury 對不對 我們繼續往螢幕中講 我們知道這兩個螢幕 除了看起來很精緻 它有什麼功能 MBUX 配賓式 對不對 這套功能很成熟了 配賓式這個功能 其實我們把它歸類在AI的MLU 叫做自然語音學習功能 所以就是說它不斷的進化 去學習你講話的自然度 不會像以前一開始 很固定很聲音的 或是自身腔圓 你台灣國語 你也是可以跟賓式聊天的 沒錯 因為它其實這套MBUX 它有附的是原廠的中文導航 還有附原廠 不用選配啊 對 其實路況也可以 很棒 對 然後還有像是道路上的 那個數線標示 也會都提醒在語錶板上 所以其實 大概有一個是什麼 導航很好用沒錯 有些還是習慣用自己手機導航 對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更不用擔心絕對都有 對 然後車內其實它整個鋪層 就是很E-Plus 包括氛圍燈 你可以自己做 我發現它是豪華品牌裡面 氛圍燈的選擇是最多的 對 而且這個叫做 舒活環境 是照明套件 叫舒活環境 舒活你坐起來就是覺得 為什麼它可以叫舒活 是因為我們有時候人在不同的環境 想要不同的燈光照明 今天禮拜一晚上你累了 想要比較淡一點的顏色 今天禮拜五下午下班 你想要High一點 你可以自己選擇 所以它有64個顏色的選擇 還有五種的強弱調整 而且你剛才說到這個飾板 對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飾板 因為它就是霧面的沉默飾板 這個沉默飾板 在E-Plus上面都有 而且我覺得很棒的是 透過很多材質 比如說像我們剛才提到 它有霧營的飾條 還有鋼琴的 還有這種霧面的設計 再加上這個燈光 就有不同材質去搭配 但是不會互相的搶位 對 所以它讓這種比較有科技感的 車內的氛圍 多了一些溫度 因為它用這個沉默飾板 對不對 這個就要我再習慣講 因為我們平常在做菜的時候 各個味道都要有 但是不能互相搶 沒錯 我覺得它這個車內 就一個很好的程式 還有其實它還有個地方 有一些革新 就是停車的部分 以前它是用駐車雷達的感應 對 因為我們現在門開著 但是你可以發現 以前我們在停車的時候 會是用雷達波去偵測位 沒錯 現在多了這個框框就是說 就微粒的警示 對 微粒的警示 就這個意思 好 而且你看畫質變好了 它有強化的也 真的很細 對 好 當然看完了前面 有一些革新 E-Plus在後座的部分 我們要幫大家好好看一看囉 關於我們來後座體驗一下 我幫你開個門 其實E-Plus 可以當後座買家的車 確實是 前面是我的駕駛座車 你來幫大家感受一下 後座的空間 因為它其實在椅背的部分有凹陷 就是雙面有內凹 有一個挖空的設計 對 其實有超過三個拳頭 我覺得這個用拳頭算就算不完了 對啊 然後加上其實它的一面 它有點軟中帶硬 軟軟 而且摸那個皮的質感是非常的好的 對啊 它最上面那一層的柔軟度 是我喜歡的 女生坐在裡面會覺得 長途行駛 你會覺得是舒適的 而且你看 你在往左前看 有沒有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喇叭的蓋子 這裡 對 這個也是它這個車型的標準配備 Fermester 對 它的音響系統13支揚聲器 9聲道的配備 所以像我們剛才講的 它這個必須要滿足 像S-Class的消費者對不對 也有像C-Class的這種年輕的感覺 它其實都有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第一次坐在一台車 然後不出來了 就是 你要不要出來一下 跟我聊個天啊 也不能一直坐在後座 對 因為坐在裡面有一種尊榮感 有一種尊榮感 突然之間就覺得自己好像 這個身分地位都提升了起來的感覺 而且剛才你的燈光還沒調整 音響還沒開下去 我覺得這個再開下去 你真的不想出來跟我聊天 沒錯 其實我想在台灣 有很多的消費者 可能這一生希望一輩子能夠擁有一台 B&W或者是賓士 但是在台灣啊 很多的消費者 在這個豪華中大型房車裡面 除了雙臂的選擇之外 我們來看看他們也喜歡什麼呢 羅哥 對 是啊 接著剛才Rick 報告的那份調查 那他們對於 我們台灣的消費者 對於最喜歡的豪華中大型房車 排名 車款喔 對 這個就是車款喔 你看第一名 嗯 E-Class 19% 第二名 BMW 5系列 也是19% 嗯 那第三名呢 這個保時捷的 Panamera 哇 你看喔 16%耶 嗯 那接下來就是 Lexus 1S 其實 Lexus 1S 嚴格講 它是前輪驅動 它的價位也都比較便宜許多啦 沒有前面三個豪華品牌 所以因為它的GS沒有了 所以就在訪問的時候就會用1S 來做代表 但是也有占到11% 算不錯喔 接下來是特斯拉的 Model S 你看我們台灣人多喜歡 連電動車都可以排名這麼前面 比較3C控的就很厲害 真的 真厲害 然後接下來是 Audi的A7 Sportback 哎唷 A7因為長率比較帥的關係 那它的兄弟呢 A6 5%耶 有5%耶 你看7%加5% 加起來有12% 算是Audi也算是 1A2B前面 那Volvo呢 大家看到Volvo 想到安全 這個7%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這些排名 也都蠻符合我們大家的想像 的印象 對 你看Jaguar Jaguar也排名4% 它的XF 那還有Maserati 哇 Maserati 喜歡的人很喜歡 我們在路上也是 不小心就會看到 它也有占了3% 你想想看這個跑車的品牌 也能夠占到3% 但是 我們畢竟回來看到 你看為什麼我們每次在討論 中大型房車 就永遠就是雙B在比 沒錯 這個試調的確 也真正說明了一切 你看E-Class跟BnW5系列 你看這一代 W214的E-Class 跟代號G30的5系列 在2017年的時候 跟我們見面 那現在剛好又同一年 做了改款 中期改款 然後又把最新的科技 最新的家族面貓 update上來了 所以在這一部分 這兩台真的是難分難捨 對啊 所以剛才其實羅哥有講到 只要雙B之戰 你就會發現 他們改款的時間 還真的是蠻有默契的 這一次 E-Class跟5系列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改款 而且改款的戰力 也全面的做了提升 那我們就請艾達 帶著大家來看看 到底內行的 怎麼看這個雙B之戰呢 其實剛透過羅哥的分析 因為我們知道 在中大型豪華房車裡面 一直以來就是雙B為主力 其實你看大家考量的 考量E-Class的 考量5系列的 都各佔了19人 所以如果你想買E-Class 你告訴我說 你沒有考慮過5系列騙人 如果你是想買5系列 你告訴我說 你沒有考慮過1系列騙人 所以這一部分的比較 其實一直以來 這兩個車款都是一直在 伯仲之間的互相較勁 但是是彼此尊重的狀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以E-Class來說 它這個售價是從 269萬一直到470萬不等 那試它不同的車型 會有不同的價格 同樣5系列也是一樣 從265萬到468萬 所以其實以價格來說 兩台車子 其實相差是一點點的 一個金額 那麼E-Class稍微感覺 好像多了一點點錢 但是以買這種車子 這種價格帶的車主來說 這一點點金額的價差 其實並不是對有太多的影響 而我時常說 車子是一個男人的社交名片 如果你選擇的是1系列 或是賓士這個品牌 我覺得在更早之前 我們討論的統計調查報告 你購買中大型房車 你首要的考量會是什麼 說安全輔助科技 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是在於 品牌價值以外 才去考量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你選擇賓士車的話 我覺得賓士車帶給人的是一種 成熟穩重 豪華的風格 卻兼顧了運動的氣息 那麼BMW的車子可能帶給人家說 你享受所謂的駕駛樂趣 可是也想要有一點舒適的氛圍 其實我們在這麼多年的試車之中發現 賓士車越來越性能化 BMW的車子其實越來越舒適化 所以其實兩者都相差不大 但是如果說我們以這個 你要選擇這樣子的中大型豪華房車 譬如說我們用520來看 用BMW的1200來看 這個是最親民 最容易入手的車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覺OK 兩個都是後輪傳動的 那麼在動力的表現上面 賓士有197匹的最大馬力 以及32.6公斤米的最大女 BMW只有184匹的馬力 以及29.6公斤米的最大女 在動力的部分上 一貫以性能為著稱的BMW 好像怎麼比起賓士 還少了這麼一點點動力的感覺 當然這個是在各個世代上面 不同的科技面上面 所帶來不同的一些影響 我們知道現在兩款車 都有48伏的一個動力的配置 那麼如果再看上油耗表現 雖然有的時候覺得油耗很重要 有的時候覺得說 我開上了一個豪華品牌的車 為一個尊榮感 對油耗的差距好像又沒那麼在乎 但是以數字上來看的話 賓士每公升汽油可以行駛10.3公里 最少的狀況之下 5系列你看從8.9公里到13.9公里不等 看起來好像他在每一個集聚上面的油耗表現 也比賓士稍微來的差一點點 再來就是剛討論的安全性的部分 雖然BMW也有5系列的 也有Personal Co-Pilot的智能駕駛科技 賓士也有Intelligent Drive的這一塊 其實我覺得在智能駕駛這一塊 兩者都差不多 但是我比較喜歡賓士的 在Presafe的部分 它對於事業成功的你的一個防護 是我覺得是更加的完整一些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愛大幫大家比較了 在雙BG戰裡面 他們的產品戰力的分析 可是這一次我們看到 賓士的E-Class的改款之後 提供了10個車型讓大家選擇 其中包括了剛才介紹的這種 Sedane 房車 還有Estate 修旅行車 以及Coupe造型的這種跑房車 那當然很多年輕族群非常喜歡的 也就是這種Coupe造型的房車設計了 而且這一次改款之後 也提供了E200、E300 甚至於性能版本的AMG E53的4MATIC 那今天我們棚內來的是E300的Coupe 我們也請Rick帶大家來看看 這款年輕族群喜歡 而且如果你是帥氣個性的這種紳士們 應該也會非常喜歡它的帥氣外型 是 沒有錯 關於 其實新世代的E-Class上市之後 連同Coupe還有Estate的車型 其實都一併的發表 那我相信會入主 比如說像這種豪華中大型房車 甚至這種豪華中大型轎跑的車主們 一定都很不想讓人家以為說 我今天開了一台豪華中大型房車 你把我當成什麼 司機 或者是 我覺得是不同需求 比如說我今天想展現比較個人風格的 但是今天我如果開這麼漂亮的一部E300的Coupe 你總不可能覺得我是司機了吧 當然 會覺得你是個很帥的男生 到底裡面做的是誰 很想看看 是 而且其實外觀方面 我們還是要除了E300的Coupe 除了在以A柱之後 其實基本上跟Sedan 就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樣 是啊 而且我們像車側看到 它是用一個非常厲害的車身結構的設計 它沒有B柱有沒有看到 所以當我們把車窗 車窗整個放下來的時候 你整個無邊框的 無邊框的 整個視野非常好 而且還有搭配 假設這邊還有標配電動的全景式的天窗 你會覺得開在這台車的時候 你好像跟開敞篷車 有一樣的那種感覺 一樣的那種氛圍 有那種感覺 那E300 Coupe 這部是AMG-Lite的車型 它有標配19吋的圈台配置 還有專屬的施壓續保胎 還有AMG-Lite整個空力套件的外觀 真的一整個看起來 外面就是帥氣 對 而且因為我鄰居 就停在我對面 它就是E300 然後我覺得真的超漂亮的 每次它都是用屁股對著我 對 然後我就說討厭 因為它的其實最漂亮的是 它尾部的線條 對 它的線條 那個收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流線 其實不瞞關於說 其實我前幾天剛好試駕這部車 我就算開在路上停個紅綠燈 就有很多人都一直在看這部車 都投於那種撐線的眼光 對 看完了車之後 看看車內的人 就是帥度就加了50分 對 當然除了外觀很漂亮之外 其實內裝也還是值得跟冠影分享一下 好 這一次其實外觀上面 也是有新的修飾像頭燈 也是跟剛才看到Sedense一樣的 是 沒有錯的 好 我們一打開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雙12.3吋的 比如說數位儀表 還有中間是所謂的觸控的介面 帥哥 我發現有個不一樣 就是你剛剛說的12.3吋之外 直接看到的 大家應該是看到前面的方向盤 方向盤 對 它是平靶式的方向盤 造型設計上面其實 你要包含的所謂的質感 還有皮革 甚至還有鋼琴烤漆介面 剛剛有提到的是電容式觸控的 這個按鍵 形式是不太一樣 對 其實形式是不太一樣 還有整個氛圍裡面 剛剛有提到的是 你究竟車內它除了在整個質感方面 營造得非常好之外 還有所謂的13G的揚聲器 Bloomester的音響 所以它聲光效果都會給車內的成員 不管是駕駛也好 都會給非常好的一個聲光的展現 為什麼呢 還有所謂它有配備所謂的氣氛燈 這個氣氛燈有非常多種顏色可以變化 你可以隨著心情轉換這個氣氛燈的顏色 當你在黃昏的時候 晚上開車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一種非常棒的氛圍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Sedane的車型 現在看到Cube的車型 你會發現它連包括車內的一些飾板 它用的形式也不太一樣 我想內行的才能看出一些 細微上面的差異 對 剛才的是屬於沉默的 現在是有一點點淺灰的感覺 淺灰那種感覺 其實這種深色的質感 我覺得營造起來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當然以這種雙門的設定來講 其實你一坐進去的時候 它這個所謂 剛剛我們講的車門有營冰燈 沒關係 可是雙門的車 E300 Coupe它有一個安全帶的營冰 它會送上來 你只要坐進來的時候 發到你前瞬間 安全帶就送上來 有種另類的營冰的感覺 基本上如果你三五好友要坐Coupe 其實也可以 因為之前我有坐過這款車的後面 其實它坐在後面不會說覺得不舒服 雖然它的造型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你短途的 在台北市之間的移動 我覺得坐在後面 你不會是覺得委屈的 好我們看完了整個在外觀上面 這次E-Class Coupe它整個的改款 我們當然也要實際的上路 幫大家好好感受一下 這款帥氣的吹款 我們剛才為大家試駕完了那種 比較器與非凡的Coupe 接下來就是非常帥氣的Coupe 這一台是E300 Coupe 那當然它一樣是一個 小改款之後的全新車型 我覺得它有非常多元素 其實是我自己很喜歡 對 冠儀我告訴你怎麼說 其實因為它這E300的動力 它基本上還是一個2.0升四缸 雙窩流增壓的一個動力 所以它最大馬力 其實在引擎的部分 已經有258匹的輸出了 那當然可能它相比一些AMG的版本 它並不是那麼的強悍 但是它兼顧了日常使用的一個舒適性 其實要偶爾熱血一下 它的性能表現也是非常的不錯的 但是講到重點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也說了 這一次在小改款的部分 幾乎都換上了48V的 Mail Hybrid 輕油性系統 主要是節能 以及它的行駛的舒適性上面 做針對性的強化 整個提升 比如說怠速熄火 在發動的時候 它的抖動感 以及冷氣你在停的時候 它會比較冷 其實冠儀我們剛從停車場開出來 它已經引擎起閉了好幾次 你都沒發現對不對 對 跟以往沒有48V的EQ Boots的話 差蠻多的 對 就是你 它那個抖一下的感覺 其實是真的你身體感受得到的 而且它的動力的部分 也因為這套系統多了14P的一個幫助 但這個系統的主要的動力輸出幫助部分 主要是在啟動的時候 例如就是我現在重彩油門 它的我們知道渦輪車一定會渦輪池質 它這14P的動力可以很好地去抵消掉 這一個動力輸出的不連貫性 因為沒辦法 這是一個渦輪車的天生的宿命 但是我們現在 其實加速起來非常非常的直接 關於我們今天試駕到這麼運動化的跑車 對不對 對 當然要跑一下山路 而且其實它有非常豐富的駕駛模式的選擇 像我現在就先切到一個Sport模式 那當然它整體的變速箱 引擎出力的回饋都會有所不同 但是其實最讓我覺得它表現深刻的是 因為畢竟E-Class Coupe它的車廠已經來到4米8了 它本身就是一台中大型的GD跑車 但是你幾乎感受不到車體很龐大的那種負擔 它的操控性表現是非常非常靈活的 當然跟它的底盤的設定 甚至是它的 懸吊 這套懸吊系統並不是非常的那種硬朗 很Hot Code回饋的懸吊 因為賓氏其實對於舒適性一向是非常注重的 對 其實我坐在副駕駛座 剛才做Stane跟現在做Coupet的感覺 其實Coupet的感覺它路感回饋比較多一些些 沒錯 因為它 這套懸吊真的就是舒適 對 非常的舒適取向 因為它採用的是一個車高降低型的舒適懸吊 而且它配上了19吋的一個AMG的胎圈 所以你會覺得路感的回饋其實是比較清晰的 對 所以我覺得喜歡Coupet的朋友啊 其實買300就可以 其實我覺得300是一個很合適的動力規格 在價格上面也比較 大家都覺得說可以接受 而且它的基本上新世代的賓氏 它的配備給的也非常非常的豐富 很多東西都標配了 因為現在23P也全部都標配 你不用再選了 對 我看怪儀真的講得很開心 超想開的 因為我剛剛也開了Stane 好 那我們換個手 好 好 換我了 怪儀你發現亮點了 是 一般這種雙門車啊 因為它的B柱比較後面 所以它就有E-Class Coupet上面 就有一個安全帶推進的裝置 而且像我現在啊 我的沒有出來 請你這邊按一下 它就把它送出來了 啊 這裡還有一個 這是我之前開的時候沒有發現 雙門的跑車上還是有很不錯的便利性的 對啊 加上它前面真的要選個抬頭顯示器 很不錯對不對 對 科技感大加分 但是冠儀我先跟你說 你現在一握上方向盤啊 這個方向盤你有沒有發現有什麼亮點 跟剛剛Stane完全不一樣 是不是 等於是賓氏這個品牌 可以算是最新的一個方向盤的形式 那當然包含它的整體握感啊 我覺得也有加粗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它在操控駕駛的部分 最便利的就是 你的左邊你的左手 其實是控制前方的12.3吋的數位儀表 右手是控制中控的螢幕 那中控的螢幕呢 我們知道可以透過方向盤 也可以透過中央的控制面板 甚至它還可以直接觸控 你還可以用很方便的MVUX 就Hey Mercedes 它就會出現 用直發掌就可以了 直接語音的形式 所以我覺得它在科技 以及便利性這個部分 真的是沒話說 對啊 而且它其實也不會說 因為它是那種Coupé的車型 然後它也比較運動化一點點 你就覺得開起來不夠舒適 只是路感比Sedan多了一些些 稍微再清楚一點 對對對 但是它還是偏向比較舒適的 如果你要真的很Hardcore的話 可能要到AMG 對可能5363之類的 等一下我選我會選這一代 對啊 可是家庭應該是E-Sedan 對 其實我覺得它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的均衡性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有帥氣亮麗的外型 那甚至它的科技面非常的全面 那在性能運動化的部分 也做得非常的好 甚至日常的代步上下班 我們現在市區這樣走走停停 加上48V的系統之後 它的舒適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對 所以說你daily use 或者是假日去跑跑山的話 我覺得這款車真的不錯 一台車就夠了 那怪以你覺得 一兩百跟到現在一三百的Coupe 你看起來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啊 一兩百到你說房車嗎 對 剛剛房車跟現在啊 我覺得整個行路質感上面 還是差不多的 但是真的就是這個路感比較清晰一點點 對然後其實 Sedan的車型真的比較舒適 嗯合理 對 比較偏家庭取向 沒錯 然後像這個Coupe E300的Coupe 我覺得它的懸吊支撐性比較好一些 那因為本身我也比較喜歡運動化一些的 你是個女漢子 可是我在爸爸媽媽 我會選擇Sedan 嗯對 沒錯沒錯沒錯 而且其實我覺得 E Coupe有一個很獨特的點 就是在於 其實B&W現在沒有相似的一個同級定位對手 你看其實五系列並沒有推出所謂雙門的車型 所以它相比C-Class的Coupe 我覺得它的豪華度 以及這種大氣的氛圍又再提升了非常多 但是又不至於到可能 什麼CRS啊 AS-Class那種非常的旗艦的感受 對於比較可能像我年輕一點的 我就覺得這台車對我來而言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選擇 這次E-Class的改款啊 讓大家稍微有一點選擇障礙 到底是要選Sedan好呢 還是屬於這種跑房車Coupe好 甚至於你是帥氣的好爸爸 還有E-State E-State 對 旅行車可以選擇耶 你看喔開E-Class就是已經有身分有地位對不對 但是你開E-State給你更多 真的多多少呢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車尾的設計 你看喔在Sedan的部分 它的車尾尾燈是這樣子三角形 而且這兩條是黏在一起 串連在一起 然後感覺起來就是非常動感 在Sedan上面它兩條變成平行線 稍微做一點分開 對 上下的 對 所以你從車尾這樣看下去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寬的延伸 就讓你有這種空間的感覺 延伸空間的感覺 而且這一條整條的鍍鉻 從左邊拉到右邊 質感完全的提升 質感真的很好 而且它其實這一次在尾燈部分 做了一些差異性我覺得很好 不是說每一台 就不同的車型 你應該有不同的一些設計 就很不錯 然後真的重頭戲 當然是它的空間 是 旅行車空間相當重要 而且這個一定有體感 那我就先不用示範了 你看我們在拉上來的時候 它後面的遮蓋板 是可以直接自動的拉上 會自動往上升的 然後你知道它的空間 高達640公升 超過600 對 640公升 就是比中型的SUV 多了足足100公升的概念 一般都550嘛 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空間 已經是手我已經 摸不到椅背了 羅哥你這麼高手還摸不到椅背 然後還不是這一區有置物空間 你看這個底下 它仍然是還有一些位置的 有一些會滾動的東西 可以放在裡面 所以它這邊的空間 其實是還可以再放一些細軟 那還有它的座椅 因為這個空間實用性 已經很棒了對不對 沒錯 你如果要放長型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旁邊直接按進去 它有124的分離 是電動的一鍵傾倒 一鍵傾倒 這樣子就可以讓空間 拓展到1820公升 將近要2千公升 所以說給你多更多 不只是真正的空間多更多 你想想看 你開一台E的Estate 人家會覺得是什麼 身分地位口袋有錢是必然的 又照顧家庭 對 照顧家庭 而且人會覺得你的生活多采多姿 他就開始想 你會從事什麼樣的運動呢 對 你是喜歡露營呢 還是喜歡載著什麼樣的器材 到戶外去參與什麼樣的活動呢 你就會給人很多的想像 而且讓他覺得你是很陽光的 對 而且其實開 而且總是會給人家感覺是 你懂生活 然後懂車 然後也懂得你熱愛你的工作 對 熱愛你的家庭 沒有錯 就是一個新好男人的形象 對 所以說是不是Estate 比這個Sedan還更好 要我的話我一定是買這台 當然你那麼愛錄影 所以新好男人是羅哥沒錯 謝謝 好 謝謝羅哥 我們看完了這幾款的車型之後 我想很多人可能會選擇說 在市場上面豪華的中大型房車 除了雙臂的選擇 我們還看到 Audi的A6 甚至於Jaguar的XF 還有Volvo的S90 以及Lexus的ES 到底這幾款車 消費者應該要怎麼去判斷 哪一款車是適合你的呢 小葉 剛才記得羅哥有幫我們分析 在台灣市場中購買豪華中大型房車的選擇 對不對 我們記得五系列是19% E-Class也是19% 加起來大概是接近四成 另外的六成要怎麼選擇呢 我們來幫大家介紹到底還有哪些選擇 如果消費者願意去犧牲掉一些像這種主流的價值 或者是願意犧牲掉一些比如說維修的便利性 或是二手車的責任空間的話 其實非主流還有蠻多的選擇 而且我相當同意剛才艾大講的就是說 車子尤其在這個底居上 它有點像是男人的名片 但是我覺得除此之外 有些人還會把它作為什麼 個性的延伸 價值觀的延伸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這些非主的話 這些消費者還有哪些選擇 來我們來幫大家 其實我們從剛才那個喜好的分析中 我先從最少人喜歡的選擇來跟大家講 Jaguar的XF 它其實在剛才的表格裡面 大概只有4%喜歡這個品牌 但是不得不說這個品牌 因為畢竟它是英系的協同 而且關於你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去英國他們的原廠採訪過 它有告訴我們一個 這個品牌很重要的一個基因叫做什麼 叫做性能 叫做賽車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台車型XF上 你可以看到它除了豪華該有的以外 它其實還有一點性感的成分在裡面 好 那它的動力表現 因為畢竟它這個品牌 在台灣目前不是算是主流 所以選擇很少 一個動力車型而已 289萬元 2.0升的動力 後輪驅動 就這麼簡單 你做一個選擇 沒得選了 好 那如果你覺得XF真的太小眾 我們再多一點 上一個就是比較多 5%的人選擇是什麼 還有前輪驅動的配置 所以這個會是A6的 在這個裡面的市場中的一個價值特色存在 好 那繼續再往前看 最後倒數兩個比較多人選擇 就是VOLVO的S90 跟Lasus的ES 那S90呢 我覺得也確實它也蠻厲害的 就是說雖然說它不像是雙B 現在主流選擇這麼多 但是它也走出它的路線 第一個是什麼 安全 加的舒適的感覺 還有它現在也強調的是 比如說像是PF的車型 對不對 插電式的油電動力 很棒的油耗表現 如果你重視的是這些節能 你重視的是安全 你重視的是家的舒適感的話 VOLVO的S90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我們講了三個了 三個都是O系的代表 最後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日系的代表 這個日系代表 ES確實也是蠻強 就像剛才羅哥講的 以前原本是GS 那現在GS沒有了 我們就用ES來選擇 ES它也是用前輪驅動的底盤 但是它有很大的優勢 就是說 它是我們剛才介紹的 這四款車中 入手門款相對最低的 它的入門的起價 其實才169萬元就有 你看我們現場動輒 幾乎都是二字頭起跳 對不對 它卻有169萬元 你就可以享受到 當然我們不能說 在很多部分上 還是會有一些差別 但是對於多數的消費者來說 就像剛才Rigle說的 它只是像一個舒舒服的開車 寬敞的空間 豪華的品牌的話 Lessers確實是不錯的 最後提點大家一個 我知道開這種車 很多人會去打高爾夫球 後箱的容積是很厲害 很重要對不對 我剛才說的這些車型 沒有一台比 E-Class的後箱大 540公分 如果你有在大高爾夫球的話 後箱的容積 也可以提供你參考一下 其實我們剛剛講了 有19% 19% 各19%是選擇雙B 可是在台灣整體的銷售數量 你來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大家買的是E-Class 五系列反而比E-Class的銷售數量 來得更少一些 當然剛剛小葉也跟我們分析了 其他豪華中大型房車 如果你撇開四輪傳動 二輪傳動 從前輪傳到後輪驅動 你就知道你會要 你要